吃泡麵不好 你知道嗎 以前我當兵的時候有一個學弟 我們都班長喔 學弟喔 然後呢 他三層都吃泡麵 真恐怖耶 他一個月可以吃掉 會將近六十包的泡麵 一個月六十包 那個數量是很驚人的耶 花了兩年後他就死掉了 哇 真是太屌了 對啊 所以不是要車禍 我家是我們家超級的 超小吃飯的時候 所以還是少吃泡麵 會影響到很多事情 吃泡麵有什麼事呢 沒有事 可是 吃泡麵不可憐 一樣不要吃泡麵好不好 我們看那個Selene 來 我們在國中 五十七頁齁 五十七頁齁 來 這邊的話呢 我們在國中回答的分數的問題呢 在國小你可以回答十分之八 老實說可以啊 沒問題喔 不會 在國中會出問題喔 我們一定要約分到最減 就是約到不能約為止 像十跟八用什麼約 可以用二約 變成五分之四 所以國中一定要約分到最減 還有個問題喔 國小可以這樣寫答案嗎 不行 可以 三分之十 那是假分數 對 沒錯 國小要求說三分之十要變什麼 變成了三又三分之一 跟你講 國中不用那麼麻煩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也是可以 寫這個就好了 不用刻意把它變成代分數 知道嗎 國中接受假分數 但是要約到最減 來 回來看一下那個Selene的第一題喔 六十跟四五 他不是最減分數 來 約到最難用什麼約 可以用什麼約 可以用什麼約 上面這個 可以用五約 所以用十五約也可以啊 十五比較 知道 所以用十五約的時候是什麼 變成四分之三 好 再來第二題 副的九六分三十六 可以用什麼約 你可以用六約吧 可以用三 二太慢了 你可以找大一點 會約比較快 六不是更好 用六約的話 六六三十六 這邊是十六 好可惡喔 對不對 然後再約一次還能約啊 變到最前變什麼 變成八分之三 注意喔 我們在約分完之後呢 那個分數的負數還在不在 他的負號還在要超下來 所以他要寫負八分之三 很多時候我們約的時候 約到後面負都不見了喔 好 再來換第三題 負的八十一分之十六 奇怪呢 這不就沒好約了 沒有好約幹嘛這樣出 來 國中有個限制 分母不能寫負號 你要寫負號 只要移到中間 你要移到中間也可以 分子也可以 就是不要這樣寫 這樣寫不對了喔 規定啦 我們答案要強制都統一好不好 所以 變成負的八十一分之十六 這樣寫可以 或者你要寫為八十一分之負十六 也都可以 這兩個答案都對 但是不要寫這一種 分母不要寫負號 好 有沒有問題 不要這樣子 規定就規定 不要說你很厲害 喔 就要寫負的 跟你講錯了就錯你的 好不好 就給他錯好了 好 再來第四題 九十一分之負二一 用什麼約 七 好 你會發現用七可以約 因為二十一只能被三跟七除嘛 如果三 九一不能被三除那種七總可以吧 所以七字可以除了 突然變什麼結果 十三分之 八分之負三 負三 第一題沒有什麼特別 第一題有沒有可以處理啊 來 快這邊 同學來 這一題喔 我們用最基本的方法是通分 通分 通分可以吧 只要通分 把分母都變成一樣的通分 來 怎麼變 你說 你說 通分我記得是 我忘記了 我記得是 我記得是 那有唸真是嗎 老師你是要問幾次啊 是真喔 真沒錯吧 所以唸信真 信真 信真 有點想叫他名字交不出來 信真啊 信真 信水 我回去發寫好了 給我發寫一百 信真來 這一題喔 三四六的話 所以我還要怎麼考考 分母要變成一樣變成 要那個啊 變成什麼 變十二吧 沒有很笨的變法是說 只要通通乘起來 三成四成六 然後乘起來之後 變個數字很大 然後去通分 不要這樣做啦 你剛剛找的是 三四六的最小公倍數 對不對 六放 通分 就是說把分母變成一樣 要通分 通分喔 通分是說 把他們的分母 通通變成一樣的分母 叫通分 叫通分 叫通分母 要找他的公倍數啊 找 也不用 你可以稍微心算一下 你看他六放大兩倍 是不是十二 十二可以被刪除嗎 不行 可以啊 十二都被刪除啊 十二可以被刪除嗎 十二可以被刪除嗎 不行 也可以啊 十二被刪除啊 所以十二是他們的公倍數嘛 就用十二啦 那你通分通十二的話咧 這分母要變十二要乘幾倍 乘四倍啊 乘四倍啊 四三十二四二八 就把分 就擴分了啊 個別式擴分 一起就要通分 好 那這裡是要變十二 乘幾倍 三四十二 三三十九 然後我還沒有機會說 你就寫 二六十二 分子是 十 那是十啦 所以再比大小就可以比了 八九十耶 當你分母都一樣 看分子啊 分子越大就越大啊 可是你寫答案的時候 不要寫通分好的喔 要寫題目給的 所以是 不能要寫六分之五 六分之五 六分之五 大於四分之三 大於三分之二 我懂了 沒錯就是要分子 來第二種 沒錯 他在教學 我不曉得 好所以第二題 第一題我們好了 就通分母 那第二題的話 你聰明一點的話 可以通分子 七分之二 十三分之三 還有二十三分之五 來 因為他們的分母 要變一樣的話 很痛苦耶 怎樣痛苦 七四直數 十三直數 二三都直數 他要通分母 是全部乘起來耶 對啊很累 那就快瘋掉了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換個方式 通分子 把分子變成一樣 二三五的公倍數多少 二三五的最小公倍數是 因為都互值啊 全部乘起來啊 什麼十六 二乘三乘五耶 二三六六五三十嘛 好來 所以我們決定說 把分子變一樣 通通變三十 為了要變三十 二要乘幾倍 二要乘十五啊 那這也要乘十五啊 這要擴分 要乘一起乘 這要乘於什麼 十 這也乘於十 這要乘什麼 六嘛 所以分母也要乘六 好來 乘完之後寫出來 他們分別是多少 我算好了 很好 等晚上我還沒算好 是不是這樣子 好了算好了 但是有個問題喔 對沒錯來 這時候呢 這三個比大小怎麼比 有人手間的 我跟你講一個情況 你這樣想喔 這邊有三十塊蛋糕 一百零五個人分 三十塊蛋糕 一百三十個人分 三十個蛋糕 一百三十八人分 你會想在哪一組啊 人越少分越多 不是嗎 一樣的東西啊 一樣都三十三十啊 所以人越少分越多 我們分東西的習慣不這樣子嗎 我們今天要分東西帶去人 人少那一組啊 不過今天烤肉的時候 大家的食材都一樣多 人少的是分越多 對吧 所以這也是啊 人少分的 肉帶的數量 所以他是 有些都一樣都三十喔 都三十情況 像是人越少分越多 所以這個會最大 然後這個呢 不管他啦 反正就是他分 你不要想那麼多 所以這個會分最多 這個分最少 對不對 所以從大台到小是七分之二 要解題目給的啊 七分之二 大於十三分之三 然後大於二十三分之五 因為看了我可以看得出來啊 對啦 看得出來就用看的 看不出來用想的要這樣想 好 我發現第一題其實不需要方式 那麼第一題可以直接比 就是看一塊蛋糕嘛 三人分四人分 誰如果 人越少分越多啊 對所以第一題答案怎麼寫 三分之一大於四分之一嗎 好 因為不用通分了啊 好第二題的話呢 是不是直接看得出來 分母都一樣嘛 怎麼樣 就九大於六啊 所以第二題答案就是 十一分之九大於十一分之六 對不對 兩題搞定了齁 好 再來第三題啊 你要通分子還通分母 總要通一個吧 通分子 通分子喔 那通分子就變七七啊 輕輕 然後 不要亂想 為了要變七七的話 那個 第一個分母變多少 一六五 第一個是一六五分之七七 那第二個呢 一二六分之七七 因為上下都乘七嘛 一十八乘以七一二六 一二六分之七是七 所以很明顯誰大 不知道 人越少分越多 欸記得喔 當你分子一樣 表示分的東西一樣多 人越少分越多 對 看得出來了 所以我答案是要寫什麼 十八分之十一 大於十五分之七 不然你要寫十五分之七 小於十八分之十一也可以 好再來第四題 第四題打星號 可以寫导數嗎 老師可以寫导數嗎 不能寫导數 什麼导數 可以寫代分數啦 可以寫代分數 但是沒有寫代分數好不好 Oh my God 來 第四題喔 把這題目所給的這三個分數 通通換成代分數比較好比 七分之十變什麼 一又七分之三 八分之十一呢 一又八分之三 然後那個十分之十三呢 一又十分之三 好來 是不是一都一樣多 一就不用比了啊 比什麼 代分數啊 看題目啊 題目不是寫一個七分之十嗎 我把它變成一又七分之三啊 等一下你七分之十變過來有問題 這個我要變代分數的時候 用十去除以七 是不是七一七 余三 所以至少一跑出來 這三沒有出來 叫七分之三 七分之十最大 這個題目有給他八分之十一啊 你看題目喔 就十一除以八 對啊 你要這樣算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三 所以一又八分之三 八分之十一 這十分之十三嘛 十三除以十嘛 一又十分之三 好 好 所以哪一個最大 哪一個最大 因為我會跟十很不錯 什麼會跟 七分之十 七分之十 什麼樣 對很好 七分之十 大於八分之十一 這大於十分之十三 好 來那個 看一下後面有沒有出一種 特殊的題目 沒有出太可惜了 來 紅隊來 這個 開黑板是嗎 開黑板 開黑板 是十分鐘了 對開黑板來 遊戲開始 什麼遊戲玩 來第一個問題喔 殺人遊戲 把這個抄下來 這很重要 來抄下來 講義不要蓋起來 一樣正一頁 把我這邊黑板轉的抄下來 好 好 補充兩個東西 第一個 九十七分之九十五 九十五分之九十三 來同學 這兩個要比大小 要怎麼比 不是倒數 這兩個要比大小怎麼比 第一個要通分很痛苦 你要把九七跟九五通分 九五九三通分 都不好通對不對 好 那也不倒數喔 倒數錯誤的喔 這邊要這樣想喔 來 這裡還差多少 可以變成一 是的 是不是才差 三分子還差二 差九七分之二 所以 因為這邊如果加上九七分之二 就變九七分九七了嘛 就變一了嘛 所以這個把它改寫 改為一減掉九十七分之二 然後這個把它改掉 他差九十五分之二 就變成了一 所以說一減掉九十五分之二 好 那我寫到這一步的時候 你這樣想的喔 一先不要理他 減不要理他 先觀察九七分之二 跟九七九五分之二 這兩個誰大 這個大了耶 這是比較小 所以減的越多的 他的數字會變什麼 小 減越多越小啊 對 空越多比較小 所以他減的比較大 這個整個數字反而是變小 他減的比較小 比較少的 他的數字結果反而會比較大 所以這題排大小的話呢 答案是 九十七分之九十五 去大於九十五分之九十三 好 這個對 我知道你交往事也會忘記 學下來 學起來知道嗎 當你數字很大 無法通分的時候 你會想一想 他的分子分母 如果差異都一樣多的時候呢 可以這樣處理 好這是第一種 這樣問題 還有一種還有一種 有兩種聽不懂 這一題喔 跟剛剛那天哪裡不一樣 我們剛剛是出真分數 現在兩個都假分數 而且分子分母都差二 一加幾 都差二對不對 把這兩個都改為代分數 答案都出來了 改代分數之後 一又一一三分之二 代分數喔 一又一一五分之二 來直接比了 誰大 分母越小的 分母越小的 是不是越大 這個比較大 這比較小 所以就直接搞定了 一一三分之一五 大於一五分之一七 所以他必須要在分子分母 都差一樣多的時候 你去考慮一下 到底要把它變成單分數 還是要一去扣 變成一個真分數 這樣問題 這兩個都很棒喔 學起來喔 好不好 考試的時候 不要同分喔 好那我們今天要照到這裡 好你喔 好 好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